這個證明他的論文跟學位都是真的 出席總統府前資政新書發表活動 不忘暗酸蔡英文的論文門事件 幽默風趣的馬前總統 對外表也很在意 平面媒體報導 去年進行眼皮下垂拉提手術過後 竟然造成馬前總統眼皮過度緊繃 無法完全閉合 還釀肝眼症 去年7月才剛動完手術不久的馬前總統 比一比眼睛明顯比較腫 21號出席活動 眼皮肌肉放鬆了更自然 媒體報導是因為去年底開始 馬前總統每兩週都會定期回診保養 改善肝眼症 總統最近是不是有滿常定期回診 就是看眼睛的 我們的馬伴已經答不過了 我沒有補充 馬前總統低調 馬伴否認報導內容 但民眾實際看到 真的覺得有變帥 現在當然自然很多 現在比較自然吧 那看起來比較年輕一點點 我們盡快出發好不好 好 當年小馬哥旋風席捲全臺 英俊外貌正壇無人能出其右 無奈眼剪至一下垂 就怕影響到視力才動了手術 回診保養後整個大回春 看起來就有精神吧 你覺得看看 對 因為眼袋就會比較 看起來比較沒精神 其實他原本就是很帥 馬前總統的一舉一動早備受關注 如今眼神在成交點 但不管如何婆媽們都覺得 小馬哥的帥氣絲毫不見 記者張超棒曾經以台北參報導